歡迎收看臺灣新感慨 我是阿民 陳緯民 九十六歲 郭寶寄做到中條證 第二禮在昆明中的貴心 家裡的人 也是說全台灣人對他的理貴非常不感 他的意向真正是見證 我們說臺灣文學 另外也看到他推薦到欺負運動 除了他自己投入臺灣文學的創作 以外他也貼拌很多 我們說的文學這個協會 是我們臺灣文學指標 今天透過我們的節目 要來懷念這位郭寶寄做到 也說臺灣本土文學是如何發展 接著我們先搖車 我們來的 第二我們搖車 特地研究者 拿蘇撲 大家好 第二我們來搖車 林探家 鄉創吉的製品長 創作人 大家好 等一下我們也要搖車 就向榮作家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首先我們先搖車 蘇撲了 其實我們過去對著這個鄉條政 老三世 其實我們也有跟他接觸過 跟他接觸過程 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我以前是差不多四年前 有去龍潭拜訪我們的鄉路 那時候其實鄉路比較有火了 大家也知道他肥皂比較重 所以其實我蘇撲有時候用說的 也有用筆來寫 是 我印象最親的 就說他在問你說 你在搖什麼 搖什麼 你有什麼興趣 當然我們小時候就說 年輕人也比較愛文學 也有寫過一些東西 當然後來是說實際就比較沒在寫作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說給他聽 是 我印象最親的就說已經九十幾歲了 不過他聽就說你本來想要寫東西 後來不寫的時候 其實他的情緒有種激動 他就跟你說 怎麼不寫 他就鼓勵 鼓勵你說 你應該繼續拿你的筆 應該繼續做你的文學創作 你這條路不能這樣說刷就刷 其實對我的印象是很親 因為你看一個九十幾歲的人 其實他的創作是四人來說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不過他對每一個年輕人說他要照顧 他會覺得說大家可以繼續在這個文學的路上 繼續來打拚 對他來說是很高興的事 印象很親的就說 他本來是有點懶懶 想要吃粉 不過他說你沒寫文學的時候 他會... 他就開始說你怎麼可以動起來 你怎麼可以不繼續 其實對我來說就印象很親功 這一個人 這四人 像文學就是他堅持英文的事 我們說他寫文學是寫過日朝過兩千萬 就是說年輕人被壓起來 作火來繼續來創作 作火來寫 其實我們看到說 其實大家最印象最先 就是我們說一九百九年 其實有一個電影就是路邊火 其實跟我們台灣的路邊火 這個意思要相同相同 其實這個電影進場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我們終調情老先生 所以創作的這個部分 我們先坐會來看 不感動人質來電影 路邊火就是這個民主 國寶劍作家 正正正被害等體硝酸 是一個重要基地 終調情遞入台灣文學 超過兩千萬個創作 大家都知道 《路邊火》跟一九六一年的 倒流三部曲 一九六四年台灣人三部曲 台灣的獎 所有獎我都得過了 最近才知道我沒有得得獎 還有一個 為什麼才輪到我這個老頭子呢 北地道國家文化中 行政院文化中 五三年文化中 還有一個提供台灣文學 跟客氣文化團情講座 還有一個提供台灣文學 跟客氣文化團情講座 對台灣文學社會跟客氣動 有很大的貢獻 比拒罪台灣文學市場 也一生請求一部 台灣文學市的見證 雖然在今上部台下 不過對台灣文化影響力 到競逐客家意識進行 會繼續流團 記者綜合報導 是啦 我們說到這個國寶劍的 這個造家 其實體負到 很多效果 我們也其實有整理 到他過去所做的這個生病 我們先回來看 我們看到他其實是這個客家人 台灣秀蘇的這個造家 也是說我們這個台灣大河秀蘇的 第一人 這個大河秀蘇的就是說 這個長平的這個秀蘇 有不同的這個主題 其實他就是住在我們說的 這尊的土城兩台們這個客人中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他空空比較長 最後我們也看到他去打台台中文 只有兩天的時間 因為這個空空比較長 這個原因 另外他也要過去就是說 其實他對著這個台台的這個部分 比較沒有那麼興趣 但是他沒有興趣的是 我們說的這個現代文學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說到台灣文堂 有另外一個大廠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二十九頭 我們說到兩個人是一人一百 佛商在那這個文學 在那製作一些比評也好 還是說佛商鼓勵也好 另外我們也說到 我們這個政調政老先生是台灣文學制廟 像是台灣新文學制廟就是說熱核 所以兩個人也是希望有這個文學廟 大家都幫他們做紋路的這個部分 另外我們也看到 我們中老先生也是讓人選擇是這個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理事長 也是要做到這個總統府的這個主政 另外我們剛才也說到 台北台灣的國家和府省本土議員 一生都在為台灣的文學 跟客家運動來做出 其實我們說到 我們說中條正老先生 真的是對台灣文學是一個建政以外 也感到很多 我們說年輕的國家 其實我們這段的來賓 鄉雄祖家也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鄉雄老師 你好 其實我們說那時候跟這個中條正 這個老書也好 還是說祖家也好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用這個貴心 來跟他做王來 給我們揮鼓這個過程 我跟鄉雄 我們過去食材是因為我投過 我讀書的時候 開始寫台語士 嚇到台灣文學 當然這看我的過的人是 就是鄉雄祖教授 我們這幾天過世 這站過世 所以鄉雄祖教授出我的過 我們也有寫派 但是那時候 發一張派的人就是 中條正先生 他真正正 他看我的台語士 雖然他是客家人 但是他也疲惡台語 所以他認為說我應該要繼續寫作 但是比較疏惡的是 後來的一個同培裡面 他認為我會寫硝酸 給我推薦說你應該來寫硝酸 像宋敵來 扳應金 寫硝酸應該比寫死比較好 是 抱歉說我後來的朋友教育的習慣 我如果繼續寫我的寫 像我兩個就是當期寫胚 通胚 我感覺 當年他一生 大概寫很多胚給很多朋友 對於年輕人 因為我那年代二十三歲 二十四歲 對於年輕人 他可以說是大力 特別在胚 而且他的鼓勵人 我看後來包括送過來 祷告給他 他也是一樣用精神跟熱情 來鼓勵這些少年輩 這是過世後讓我們感覺特別 他的精神 他的精神簡單說就是 為了台灣文學 要生的要討論 台灣文學生的要討論 他用盡他的心跟力量 是 早期簡單說就是 他用文藥通信 那個階段裡面 台灣文學要不會補印 在這裡台北東外星人 將控到台灣文堂 他用精神自己去挖掌辦 用學校的油膜印出來 是 讓這些文藥大家來通胚 讓他們來鼓勵 到我這個年代 我已經是差不多減餘三十五歲 做餘的 是 他們說 他一樣用精神 這是我真感慨 真感佩 對他真佩合的地方 鼓勵這個少年輩很厲害 比他中老生心或中調情老生心 你真的是這個少年輩 不過我們這裡也有更年輕 可以更年輕 一樣也是用精神自己鼓勵 跟剛才這個師傅說到 就是說 為什麼還要抓筆 繼續寫 為什麼還要繼續創造 其實這件事 我們看到剛才這個 鄉陽老師也有說到 在文藥通信仗 還有微笑 我們也有看到 鼓勵這個少年輩的部分 其實我們要說到 其實跟鄉陽第一次輔助 還有另外一位 我們的執行長 我們也回顧一下 你跟鄉陽第一次輔助 是什麼過程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是在2012年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中老以前寫魯冰花 那個榮潭國小日本宿舍 他要被保存為現在的 中造成文學生活園區 然後我就是因為有一個 政府不能轉眼是文化局的 然後我就進駐在日式宿舍 裡面 開始做一些歷史調查研究 或是像是一些規劃設計 還有一些駐地工作戰計畫 那回想到第一次見到 是2012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 那我覺得那天是聖誕節 那我覺得其實也很有趣的事情 是中老本身是一個基督徒 是 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其實當天遇到他 其實我覺得算是一個 蠻神奇的一個恩典 因為其實在遇到他之前 其實我之前 因為不是從事台灣文學相關的 所以說其實我一直只知道 他有魯斌畫這個電影 那我也不知道他有原著小說 然後直到說來到這個宿舍 做這個案子 然後我才知道說原來 就是他的原著小說 他是有原著小說 而且就在我熟悉的龍潭 因為我本身就是桃園人 然後小時候也在龍潭大池 常常就是會滑那個天鵝船 對 所以對於龍潭大池 或是龍潭本身 其實是非常有情感的 我才知道說原來 在我這麼有情感的地方 有這樣的文學作家 那其實耗盡了他一輩子的時間 然後去推行台灣文學 然後甚至就是帶動很多的一些文友 那像剛剛向陽老師講的文友通訊 這件事情 就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時候發起 所以說也為什麼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在講說中老他是台灣文學之母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其實有點像母雞帶小雞這個樣子 對 其實他不分族群 不分神籍 不分派別 然後他基本上只要你愛寫文學 就像剛剛世伯所講的 他第一次見到中老 中老問他說你有沒有寫作 他說你要寫作 繼續寫下去 其實因為做這個案子 這八年來常常就會去中老家 所以就也有很多文友過去 然後他們中老第一句話都會問說 有沒有寫作 有沒有寫東西 你要寫 你要好好寫 我就可以揣摩說 以前過去有多少的文友 都是被他這樣一直寫進去 你要寫寫下去 這件事情 所以說被譽為是台灣文學之父 就是完全一點都不為過 而且那個宿舍也因為 在這樣的文友通訊下面 再加上他一九六零年 在聯合報復刊發表的 《魯冰花》這張小說 然後所以帶動了更多文友 然後去心裡 就是向著台灣文學這件事情 所以像今天我們所看見的 中兆正文學生活園區 他又被譽為是戰後台灣文學發祥地 就是來自於說 中老在日式宿舍 從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 這十一年的期間裡面 運運了多少的可能性 帶動了多少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 真的 像這個家母 帶這個小孩一樣 帶很多這個效果 這個很高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很多重點 像露冰花也是一個重點 中兆正文學生活園區也是一個重點 我們先帶來看說 其實露冰花的這個特色改變了 就是因為這批過期的台灣人 是不可以在主流 我們說在聯合負審出現 但是因為這批文獻 當時說是因為欠過 臨時臨腰 從判斷冰判起來 當時就電開了 我們說台灣文學可以做一個起點 也是因為我們說中兆正 這個老先生 老作家 還可以繼續堅持下來 這有辦法看到這段的結果 先帶大家來看說 其實這個中兆正 很重要的作品就是露冰花 我們看他這個是什麼 就是說一九六年 在開始在聯合負審 連載修甩 就是他頭一部 當天的修甩 在臺灣文學術裡面是很重要的地位 另外我們說露冰花在化學 比料很幸運前是臺灣農村 很接受在修容立肥 這個修甩 讓他做是代表是欲世家 另外我們說這個內容 大家的印象很像 如果有看過電影 或是看過修甩 就是說一個台科的這個生死 過分天的這個角度 描述到我們說過去臺灣地区 社會這個散車 或是說好處的人 這個政差是很大 尤其是在港幼體責 或是說農村的發展 還有黑金的這個政地 頂頂這些問題 我們說露冰花這個花議 或者是母愛 文中的也說到我們說天災日董 孤兒明跟這個阿智 孤兒明 從小時候就失去母親 他們的這個財靈 沒有讓這個學校跟社會來引渡 一直到我們說老叔 拿到他的這個威 在國際上得獎這麼輕 但是那時候這個孤兒明已經判斷過身 沒辦法看到他得獎這個結構 這個影響是什麼 我們剛才說到 他創作的時候 是這個概念的這個事件 路冰花用蝦式的方式來批評市局 那時候還給臺灣警備總書 總部來關注 另外這個作品 演織到臺灣日本世代 我們說流團到蝦式文學的傳統 也影響到我們說日後的臺灣文堂 另外改變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由這個英文立國來的動員 五年金做變局 微笑我們也看到在日空空六年 客家電視台也有這個新路冰花 這個電視局 其實這齣電視局也好 電影也好 其實在那個時候 可以在聯合復勘 真的是不簡單的一件事 所以剛才我們有說到 他是欠過 但是這個欠過微笑影響到臺灣沒有 我們繼續聲聲這個鄉雄作家 羅平飛 一直六空年代 其實應該是林海音在做主編 是 林海音的 我們還是臺灣重要的作家 而且我們還是 可以說是臺灣文學裡面 第一個流行的 復勘的主編 是 所以那個時候對鄉條政先生 包括對鄉立河 鄉立河 鄉立河先生 都很照顧 是 鄉條政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不是羅平飛 要有很多作品要發表 他們也介紹鄉立河和林海音來記名 所以他們基本上他們的通信 或是他們的社族或是聯作會 羅平飛在臺灣的文學裡面 當然他們說就是臺灣作家 要在那個時候聯合部的副刊 發表作品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這部作品 可以在聯合部來連載 在這裡寫的故事 是我們臺灣現實社會裡面 是最遇到的故事 當然裡面有兩個很可愛 很認真的孩子 那種一個老師 對這兩個孩子的愛情 我可以說就是 老師聽學生的愛 寫得很沉寂 而且最後的結局 是這個偉大的學生貴心 所以可以感動人 這是他們說是臺灣土地的故事 後來會打作電影 或是說作電視聯織局 有的因素 到今天為止 我們說到臺灣的二動文學 這步也是很重要 所以鄉老人說 在他的社族過程裡面 這個時候要很少年 是 是他的社族過程裡面 一開始他就開始怕社會 社會 社會 本土的路線 所以這是我們 他很重要的一部作品 不過過去 我們知道他是學 這個日本語 是議 他在社族的部分 我們說他可能這個國議 國議就是我們這個法議 對一個日本語 慣勢用的人 要改造那時候的國議 很困難 其實我們現在來看臺灣文學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議員跟文理的使用 我們是沒辦法去想這個狀況 是 就一個人 他從小到大小到大小 其實他都適用的可能是說話 是譬如說學家話 或是說我們的說話 但是在大小的時候 在做事的時候 開始用一個他以前都沒有歐過的議員 是 其實要說就很困難 國家說要用寫的 就更困難 所以我們臺灣文學會說 其實他們這個人 是一個半過的議員的一代 就是說他們必須要用學過的國議 來換作 以前過去用的理議 我就用了 所以我的一個朋友就說 其實中路那時候 在臺灣大學談兩天就退學 這個事情是很有趣味的象徵 有種很有意思的象徵 因為他必須要選一個 譬如說現代文學 或是說他必須要去俗課說 他會聽 他會比較重 他有辦法聽話 老師在說什麼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說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空年 他有十五年的時間 必須要堅持這條路 不可能是說一天開始寫 他一九六空年就開始連載 其實有十五年的時間 他必須要做事 他必須要教授 他也要創作 導告的時候 就有可能讓人替告 是 他說替替告是當作十步一樣 是 十步高鐵 是 所以其實這一個 有一個打拚的過程 一次失敗 一次失敗 失敗又失敗 不過他可以抓到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叫六空年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人 他沒辦法告告 所以就出一個浪範的機會 可以讓他 把他的股 交給聯合 所以這個打拚的過程 我們可以說 其實中路是 每一個台灣作家 在那個時代 都可以感受到那個過程 中路不是為了一個人 其實是一緣的人 有一個世代的人 他們都尊到這個狀況 他們的作品 他們的身材 沒辦法辯罪文理 他們的文理 沒辦法讓人出版 沒辦法發表 不過最重要的是 因為中路 他不是跟他輸口 他自己而已 是 其實中路 他為自己 他也為白人 對 大家知道 文友通信 這個東西 他就鼓勵 鼓勵 每一個跟他一樣 就說 小孩的時候 學禮異 大孩的時候 必須要讓自己 學會好 北京的 是 故意的作家 可以變成文端 文端上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解釋 我是覺得說 中路 他不只為自己 為白人 他也為大家 最重要 其實是 他是為了我們台灣文學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他來說 如果他的寫名 過程 九十幾歲來講 其實他應該是很早 他一開始就知道這個文端是台灣文端 有 他是很早就放在新冠頭 知道 到時間點 他就說出來 所以他一開始變成作品 我們也會看 他有什麼本性的 本省籍作家 不過後來他其實就很清楚 就說 這是台灣文端 這是我覺得 這必須要讓大家知道的事情 是 自本性 後來這個台灣文端 要慢慢的確立 其實我們也看到 很多作品 剛才我們說 這個路平費 真的不是運氣好 不是說有人 剛好欠過 剛好疼過 這都是一切都準備好洗好洗 單台這個機會 來的這個期間 其實我們也說 要創作這個 中條證 文學生化 有興趣 那時候是這個 龍潭國學 我們說這個 老書 九十幾歲 在大宿舍 其實要開 那時候 是不是有一點困難 因為都已經失收 當年其實我們剛進去 龍潭國小日本宿舍裡面 做駐地工作的時候 裡面狀況非常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園區就裡面有空調 有冷氣 有廚師機 大概也有展品 然後你可以看到 中老當時寫作魯冰花的書桌 跟椅子這些複刻品 對 但是我們在前期其實在裡面 做歷史調查研究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了解空間場域的時候 在裡面工作 基本上沒有冷氣 然後你在那個什麼 就是雨季的時候 還會像瀑布一樣的漏水 對 甚至夏天的時候 就是一堆蚊蟲之聲 然後會叮咬你 寒冷的時候 旁邊就是龍潭大池 冷風陣陣的吹來 然後時期又重 然後東西又常常會發霉 所以我們是在那個環境裡面 但是問題是說 因為其實陸陸續續在這幾年 然後就是閱讀很多 關於中老的世紀 甚至台灣文學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其實中老都可以這樣 像是剛才師伯講的 他幾乎就舍己為人 他從來沒有想過他自己 那他竟然都是已經就是立下 這麼大的志願 那我們後輩 然後再來完成這個園區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應該也要 不為這些辛苦 來去把這個園區做到好 所以說其實在中間的一個過程之中 我們除了在裡面工作之外 我們也在思考的事情是說 因為過去很多這樣的地方文化館 因為他算是地方文化館群裡面的 其中一種 那很多地方文化館 他可能會導致一個狀況是說 他跟社區沒有連結 然後變成說他會坊間 大家所看到像是文字館 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說我們其實駐地工作站 很大的一個狀況是說 我們要在地方上面跟大家講說 中老的重要性 因為真的實際待過龍潭 你會發現說其實很多就是 中老以前的學生或是後輩 他們就會直接講說 中老他就是一個小學老師 那他也沒什麼 改動就是一個小學老師 對... 所以說其實我們一直想要 在地方上面扭轉這樣的一個形象 因為其實你除了龍潭之外 到了台北 到了全台灣的文學界 誰不知道中老 但是以龍潭人來講 他就把中老當成一個東山丘 對 他可能就是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其實在駐地工作站裡面 我們除了實際上 要做很多文學調查之外 我們其實也是在說服大家 或是說跟大家講說 這個館在未來其實 中老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台灣象徵 那他未來館其實裡面 有很多的不同的空間 可以讓小朋友 可以讓社區的居民 可以在裡面辦獎座做活動 然後其實我們也在思考 這館所定位 其實就像剛剛一直說 講的魯冰畫這樣的事情 魯冰畫在講什麼 魯冰畫在講的事情 是一個說 就是一個小男孩 但他畫的東西不像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小說裡面的文本 是電影裡面沒有講到的事情 說郭雲天老師第一眼看到他的畫 中老的描述是什麼 他說這是馬蒂斯的話 馬蒂斯是誰 現代主義大師 野獸派作家表現主義作家 這個在藝術史上面沒有人不知道 然後中老就是用一個很簡單 但是惡藥的名詞叫馬蒂斯的話 然後直接講說這就是馬蒂斯的話 那如果像我們 因為我過去是藝術館研究所畢業 所以我們看馬蒂斯的話 其實馬上畫面就聯想出來 但我覺得電影裡面 其實有做功課 你仔細看古阿民畫他 就是想像中媽媽的那個畫面 其實就很像馬蒂斯裡面 在畫女性的一個臉型的一個形象 但是這個形象 在當時一九六零年代的 一九五零到六零年代的台灣 可能是不是被接受 因為那時候台灣的藝術發展 比較偏向是說我畫寫實 我透視正確 我光影正確 對 我的顏色正確 這個就是好的畫 但是古阿民的話就是馬蒂斯的話 但是台灣人不懂馬蒂斯 對 所以說其實他用這句話來講說 其實那個時候很多的小朋友 是被壓抑的 是 對 然後他的藝術天分 沒有辦法被展現 那其實這也反映了說 當時鍾肇正老師 他在龍潭國小教書的教育 第一現場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在魯冰花裡面 很清楚看到說 他說就是一進到校門 然後有個原型假山 然後旁邊有龍膊 有松樹 然後有什麼樹 然後前面就有一個通廊 基本上跟龍潭國小 長得就一模一樣 龍中一樣 對 對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魯冰花 其實就可以看到就是中條證 他在做龍潭國小老鼠的祝贏 其實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這個行政也說到 就是說這個文學生化 本區 其實就是要把他過去 他所在這裡創造這個行政 把他再次重建 我們也有做一項經理 就是說這個生化本區 那時候就是要把他過去 他在這裡掛齊 在日本這個宿舍裡面 我們看他在這裡 大十一檔 在這裡就創造 很多的作品 我們看到有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 羅冰花 國流三部曲 還有台灣人三部曲 還有這個丁倫 這些作品 都在這裡完成 也是在這裡 來團連 剛才我們也說到這個文右通信 這個補分 另外呢 通風企父 跟這個客委會 也跟這裡 日本宿舍 跟附近的這個武敵店 來做一個整體的區域 這時候武敵店 就是我們說 讓這個 很多人去堵塞的這個地方 另外這個 航空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他過去 創造的這個 珠榜 還有設施 還有這個 所大的空間 另外 我們也要帶觀眾朋友 再一次來懷念 這個中調情老先生 其實創總統 也有尷尬 他對客家文化 對台灣文學的這個幫助 來跟他做一些講話 我們先來聽 到了傍晚 我餵他幾口 他沒什麼餵口 就讓他睡 就讓他睡 睡著睡著就 我就發現他 外面的聲音 我就過去看 讓他脈搏 就沒有 我也不太敢相信 太突然 在大火當中 總統蔡英文 親身去投行 龍丹布特殿 總統領情第一 總統蔡英文 總統蔡英文 請就位 結束之後 也發表單位 標誌對中路貴心 感到艱苦 跟不甘 代表國家 向這位台灣文化的頭人 表達相關的建議 今天來追思 來致敬 因為中老的離開 代表著台灣 失去了一位 大家都尊敬的文化 國寶 對社會的現場 放完全調整 在西進前的作品 跟營友的婚禁 創營文表師 向這位台灣文學 支部的項目 開創台灣的台河書 提拔後 新租的不僅是個人 而且帶動 古老的世代的台灣文學 西西無數後進 一起用文字表達台灣土地的關懷 他積極投入社會改革 以及台灣客家運動 對客家文化的傳承發展 有重大的貢獻 作為客家的大老 中老真的保存客家語言 傳承客家精神 蔡英文中調 中路不僅是文端的中路 更是台灣的中路 也標示接下來要像中路 常常說的發肥業 滾的精神 繼續打拼推薦客家文化 讓中路關心台灣 保存客家的精神 繼續保存下去 記者總法報道 是啦 我們說到 如果在文學上的成就 在社會運動 還是社會改革 都有看到中路的形象 不過我們先帶大家回來回國 以後創作的作品 這些都是大家 很少人回味的部分 我們來看到最重要的作品裡面 就是說這個大河秀率 我們頭頭也說到 就是當品秀率 我們頭頭說到 是以這個共同的主題 人物或是環境 國主獨特的當品秀率 我們也看到 就是獨立三目標 有獨立還有鋼三萬里 瀏魂 描述 描述這個中前情 一位弟弟青年這個行動 也歡迎我們說時代的變化 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一九六一年出版的這個 路邊緯 我們剛才有說過 還有一九七三年 我們說的這個描述 日本時代這個無色思考 馬歐普 方文 另外我們也有多多作品 另外呢 除了這個 我們說在日本郵通信 就是我們鎮後 鎮後第一個串連 我們說很加聯誼 這個通信的這個媒體 其實我們說 他在裡面做到很多批評也好 但是這個批評是讓我們這個問題更好 另外我們也要看到說在前幾年 在討論說實踐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文言文的這個比例 是不是要來鎮後 這個部分 我們也要看到中路有說一些話 繼續我們先來聽說說 這個實踐的這個部分 文言文的這個比例 尤其我們說要來鎮後 在這裡我們看到中路的形象 也在這裡做一個推薦 我們大家可以把中路的那個 這四人的這個貢獻 分座幾個方向來看 就是說前幾年其實中路是一個 三樓很大的一個織家 是 不過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反應者 就是說在前後 他其實替台灣反應之後 很多的文化作品 帶來讓台灣的人可以接受到 國外的文言的輸條 第二是說 他除了自己創作以外 我們剛剛也說到 他其實很有行動力 他也是一個做這隻 他想到說 我們大家要怎麼來跟台灣文學 可以變得更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現在要記得的事情 那第三是說 其實中路我們剛剛說到 Mathis 其實就代表說 他絕對不是只知道 消息主義而已 他其實也對整個現代藝術的交流 其實他有很親的理解 是 不過他就跟亞洲頭 先生一樣 就說他們都知道 台灣文學的重點 是一個對現實出發的這個文學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就是說我們剛剛也有說到說 台灣文學 所以他們說 本身文學 是 不過後來我們台灣文學 發展的過程中間 他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從不可以說到可以寫 現在是可以學 不過我們必須要說 我們台灣文學 比較是中路說的 那些事情 為什麼他們認為說 在理空一千年的時候 他強調台灣文學 必須要說 他必須要離開我們的家庭裡面 是 必須要讓我們台灣文學 在交際的部分 有比較多的發揮 其實是他看到說 我們現在台灣文學的體制法 說實在是一個不完全的 他不會完全 他不會做好 我們還有一個中間 一個改動 其實中路雖然 那時候 他應該可能是九十歲了 不過他也清楚 意識到說 他要走的這條路 現在他不會完全 他不會完成 需要我們大家繼續來打拚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在過去 這個他要去學 這個國議 就是我們這段說的這個法議 跟憲主席 要在我們說客工裡面 要講解文言文的比例 其實他那時候在做的 到這段要不完全 其實我們說 鄉雄老師也在教學第一現場 我們要怎麼把他這個為止 他繼續來打拚完成 我要補充一下 是 這個 這次條港文言文彼的客工 就是在我在擔任台灣文學學會 理事頂的時候 我們來發起 是 因為我想說 這如果沒有作家來參加 可能不好 是 所以我卡電給文學台灣 地經名 鄭獎名 醫師 請他掛名 名單跟聯合 台北恩是學會 包括我自己 跟文學台灣 都是當作來做 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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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西銀李敏翁 我拜託他來下 所以我們當然第一位 鄉賺 掛作第一位 簽名的第一位 是 鄉賺 對這件事 絕對是沒問題 這個概念很簡單 因為一早就是 台灣必會的會中 我們現在看他的介紹 都沒有什麼台灣必會 但是在概念年代 這個台灣必會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團體 所以總統那個年代 就開始為台灣文學的社會運動 開始付出 所以來到差不多兩千年 這個客家運動的時候 事實上 他已經延續很多 大的運動和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說 台灣必會有雞頭 後來 客家運動 他是第一 第一次客家的會長 他也是一樣 帶客家人 台灣武器 所以基本上 可以說 鄉賺在對社會關注的面上 他關心的兩個東西而已 是 第一個文學 是 第二個議員 文學是放在台灣文學 他不只是客家文學 他是經國台灣文學的領導者 是 可以說就是 剛才介紹有說 他是頭人 沒錯 經國煎熬台灣文堂 就是中條證 就是大頭人 不管是從文藥通信到後面 台灣必會 一直到客家運動 這都是 在那就是議員 議員的部門 早期 因為台灣社會 那時候我們都寫台義文學 是 我想他心裡也有一些 心的會痛 就是說 我們客義 客義的社會 因為我們必會 如果做會 全部是都用台灣會 用河路會 是 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 不是聽不懂 因為他的生活 都在台灣人的社會 但是我想 後來他會去 推薦這個 行為客義的運動 還有這個 有關的就是說 議員的這個部分 是他 可以說是他的族軍 或是他的民族裡面的靈魂 是 文學是他的 他會在靈魂表現面上 看得到的東西 或是議員 你如果不去救 就應萬消息 所以我 在這個角度去看 他會參加 包括教育裡面 客工 或是說 有的連作客工 公娘的工 客工的運動 也是 有他的 很沉澱的意義存在 是 當然 你如果說 對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中路 我個人的看法 有一個部分 是我們大家都比較 沒有在注意到的 文學文體 你要了解 台灣人在 國民黨統帝的年代 他們說是完全沒有 文體的這個年代 別捨空母 像一些台灣的文化人 你還是在看 有的青山 所以對 你像民部 沒有去 後來後來 台灣人沒掌握的文體 是 在副坎裡面 雖然我剛才有說到 喝海音 但是基本上 要是外星人的文體 是 中條證詮詩 是 台灣人的十字 叫做台灣文化 是 接五毒流 他的這個書名 完成到台灣 在1977年 雄土文學論前的時候 台灣文化的大團結 用台灣文化 過了來台灣 筆毀的這也是 但是國法庭是 在這個階段裡面 編 台灣一個補助 叫做民眾日報 復勘 是 他是民眾日報復勘的主編 包括李教先生的 這麼重要的作品 都在這裡連載 所以 可以說 他是我們台灣人 在媒體面上 替台灣發聲的一個重要的 張門人 是 掌門人 這是他在管 原來我們早上說到 這影響這麼大 是 這影響絕對比自己的 創作更大 因為他是在副人 我們說 我副很多人 我創作一個湯匙 來創作很多人 創作起來 創作完 創作完之後 你才有本土文化的 電影 可以說 你才成為鎮業 你才我就先創作一個電影 是 這是獎勞的 最大的貢獻 其實我們剛剛 鄉雄老師說到 這個台灣文化 那當時 真的是我們說 接到這個 摩托路老生心的這個部分 其實那當時 驅動耶 對 你還有創作給他 我還有創作 因為我們創作給他 是 給我說給他 他當不了 因為錢也不夠 後來 因為我中了一個 五毒瘤的心思中 我想我這樣 乾脆就關負 關負中先生 說給你們去辦十幾 他還創作給我感謝 我也很抱歉 對我來說 小事情 但是他那時候 有時候就說 他準備要安裝 準備要去找人 來做電話 一個人高多少錢 定多少 他就有辦法 以期這分十幾 是 所以 這麼浪漫的人 在我來看 就是 為了問那個理想 他可以犧牲自己 他也不領薪水 做的一切都沒有 沒有故意 都在發 那時候台灣文化 沒有故意 另外 要用這麼多精神 還有煩惱這分十幾 印刷他 不知道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找 是 所以這也很感心 真的 要把這個文化的文化 辦起來 真正是不簡單 所以他們的藝人 當然要這麼久 也讓我們在台灣文化 可以看到這個 中路老生死的建築 除了這個文化 以外 紀元也是一個重點 另外我們要帶大家 再來看一個紀錄片 就是來講到我們這個 中路老生死 我們走回來看 中路老生死 來 就要... 那就是 尖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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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以前最久 坐在書桌上 坐過腳 謝謝年有 可以說,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這裡寫出來 從《魯冰花》前後 《魯冰花》是1960,1960寫出來的 不然就變成民作家了 因為那算是光復後的 台灣文學在報上連載的《魯冰花》是第一個 而那以前了不起就是短期的時間 十幾天短期連載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台灣作家 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使命感 要把台灣的歷史 用小說把它表達出來 我覺得鍾老師他有他的堅持 然後他最可貴的是 他把那個台灣人百年來的 所有的那一種精神的層面 他不獨所寫的只是那個哈嘎的形象 他幾乎他的小說裡面 南瓜的整個台灣人的命運歷史這樣子 中兆正的作品的值 就是就他的內容而言 可以說寫進了台灣這塊土地上的 所有的族群 包括客家族群 福老族群 原住民族群 都被他包羅進去 還有在這塊土地上的過去的歷史 這個土地上的生活過來的 各樣的人們 也都活生生的被他寫進作品裡面 所以中兆正的作品 你可以就歷史的角度來研究它 也可以從族群的角度來研究它 也可以從社會的角度來研究它 甚至從政治的角度來研究它 所以他留給我們後代的文學遺產 可以說是太大太大了 他是真正在那個社會 這個台灣這個地方真正的生活過了 他只是把他的生活經過他的想像 增加他的體驗就變成小說 所以他寫出來的東西都是真的 是 自他的作品裡面 我們看到歷史的部分 作品的部分 頂頂的這個 我們說很多贊助 其實我們都說到歷史的部分 其實他騎到一個宿命感 騎到一個台灣精神 或是要推薦台灣本土法的部分 他當時也是讓警察 警衆 都對掉掉了 我們繼續再請訴託 我認為說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中路現在離開了 不過我們也是要去訴託 他的書面感是什麼 對啊 其實中路他打拼一聲就是希望說 我們台灣人可以把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生命 可以變成一個作品 而且這個作品可以讓我們的後背 或是說我們的人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台灣的故事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們輸貨的一個部分 他是一個作家 他也是一個便宜 不過很重要的是 他也是一個運動者 是 他其實把文學跟他的社會實戰 其實是很緊張 對著著著著著著 他看到說 台灣文學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年輕人看到 所以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在離空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已經通過那個 那個國家醫院的發電法 不過我們現在的回頭來想說 那這個醫院的發電 有辦法在教養的頂頭 教養的這個空間 可以變成一個實質的作為 這是我們現在要重心輸貨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相信包括老師 阿敏你 其實我們都在台灣文學 系統裡面讀書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也有大學部 我們也有繡數班 我們也有補數班 不過很明顯的是我們的國中 還有我們的國中 其實我們的核心 其實沒有我們台灣文學的告知 其實回頭來看 中路他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台灣文學 很重要很加 其實跟他的作品 有辦法在每天上頭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不過我們也可以回頭看另外一個例 我們看譬如說路冰花 滷冰花是電視還是電影 不過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是刻本 我們都說到教田儀老師 其實他把郵葵老師的作品 選擇去刻本裡面 其實對我們台灣文學 在告知裡面 在刻本裡面 變成大家都知道的這個故事 或是說內容 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作品 可以放在刻本裡面 其實你就讓一年 就有十多萬的核心 三年就有三十幾萬的核心 其實他的採取過程中間 他都有辦法去實施說 原來這是我們台灣的作家 這是我們台灣這件土地的故事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也是要去 輸口一個問題說 台灣文學的這個系統 其實在台學裡面已經三十年了 不過這三十年中間 我們有去輸口到 我們培養出來的這些人材 雖然在電視也是很好的 不一樣的地方發展 很有發展的空間 這也是好事 不過我們在告知裡面 尤其是我們在古中和古中裡面 我們真真正在輸出 在告知 我們有辦法讓台灣文學 可以真真正 變成告知裡面的一個重點 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在紀念 在懷念 重量的時候 我們在輸口這個問題 因為他總是對一個組織 對一個行動者來說 他應該不是希望說 我們是為了他在少量 還是說在艱苦 我們應該是說 重量他這四人 我們剛才說到 他少量的時候 他沒有那麼不完成的書面 我們必須要拿去完成 我覺得這是我們未來 甚至老師跟我們大家 都應該繼續努力 真的要完成的事情 透過這個國中 或是國中 甚至國後 可以在這個告遊這個 可以訂金 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 其實不然是這個 告遊這個部分在訂金 其實在這個社區 我們說這種狀情 這個生往本區 其實也是這種社區 用作這個部分 要怎麼跟這個當地人 還是說這個部分 可以更推薦 全國的大家 都來這裡參觀一下 回國一下 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就是因為我剛到 我們剛到龍潭的時候 龍潭這個地方 你要推文學這件事情 尤其臺灣文學這件事情 其實跟 其實是困難的 主要是說 其實很多的那個 臺灣文學市場 可能都不在龍潭 尤其龍潭那個地方 那個什麼就是一個小鎮 所以說我剛剛也講 就是有些人對 可能對中老其實有點不了解 所以變成說其實我們以前 其實剛進去的時候 也有辦過講座 發現中老都請來 但是沒人來這件事情 然後我其實當下你會覺得說 很對不起 這位就是國寶級的就是老師 就中老 中老師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們在想辦法事情是說 怎麼讓年輕人或是社區的人 更加關注這件事情 那其實就發揮我們之前就是自己 像我自己的長才在於說 那個展覽策劃 尤其是藝術展覽策劃 所以那時候其實 我們就在開始在醞釀說 有沒有可能在龍潭辦 比如說像是魯冰畫藝術記 這樣的行為 其實也是呼應說 剛剛沒講完事情是 就是說魯冰畫這件事情 其實他反映的事情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園區裡面 給他定位一個精神是說 其實他就像魯冰畫的精神 對 我們其實並不是要去壓抑所謂的兒童 或是美術教育 而是我們透過了他的美術教育 去彰顯了他的文學精神 對 所以說其實我們就開始去尋訪了很多不同 比如說在地的藝文工作者 或是說就是在外圍的一些藝術家 然後我們再跟他詢問說 有沒有可能把文學跟藝術做一個結合 對 因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可以讓很直覺的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魯冰花 我就可能就原來魯冰花長這個樣子 其實很多人 我們真的是問到很多人 人家說我從來沒有看到魯冰花長什麼樣 魯冰花到底長什麼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這樣的形象的話 可以讓大家很快地抓住那個意象 所以我們其實就邀請了很多藝術家 在這幾年然後去看中老的 比如說文學作品魯冰花 或是他的著流 或是他的台灣人三部曲等等 然後去從裡面擷取出來去發展 像現在園區裡面就有一個作品 那我們也是邀請一位藝術家 然後他看了魯冰花之後 他覺得很感動 那就是真的 我們安排他到了隆漢國小 裡面就是鍾老師的母霄 然後帶一群小朋友 然後去鋪魯冰花這樣的一個菜 對他是先把他嘎醒出來之後 讓小朋友依著他的喜好去上車 上車之後就變成一落一落魯冰花 變成大的藝術裝飾就安裝在日式宿舍裡面 對 所以這個不僅是說可以增加說 那個就是他的可看性之外 其實旁邊的社區 比如說小朋友的爸爸媽媽 那有時候我原來我的小朋友的作品 也在這個地方 他就可以跟旁邊的社區產生更大的連結 是 所以透過這個藝術也能看出這個 重量在這裡的這個文化的圖案性 是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這個 明天的實戰也好 還是說這個教育的頂竟也好 還是說這個社區的部分 藝術的這個創作 文化的這個結合 其實這兩個部分 都是這個年輕人 因為今晚太晚了 這個我們又繼續聽這個 鄉文老師 其實我們看到年輕人 有這樣做也是演習到 我們說的重量在這個部分的演習 應該可以輕盈一下吧 當然是 當然是 無關是說 騎到台灣的文化和文學 發展的這個立場來看 這都是一代團一代 是 世間和學生來 可以說老的年輕人 我想台灣文學和台灣文化 在在地 按照剛才介平長所說的 是很疲愛的事情 在你涼潭在地的人 不知道自己在地 有一個全國性的領導者 這當然是文學界的總統 是 但是你們不覺得那是報 不好意思 涼潭的鄉親 第二個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怎麼來的呢 簡單說 庫文部 是 剛才 師父說的 對 他也有說 師父 有說的 你庫文部 所以我們後一代的人 不知道說我 台灣就是有自己的文學 甚至在我所大所在 那裡有一個族家 學生時代都不知道 是 等到取擠之後 開始 如果要問學的人才知道 這就是教育的第一問題 你跟我說這是叫做本土教育 我沒有認為 這叫做台灣教育 不是什麼本土的問題 這是一個台灣 這是一個認同的問題 是 台灣的學生 是台灣的人 不知道他們是台灣人的族家 這放在每一個地方 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認為不是本土的問題 是我們的教育 欠缺台灣的教育 第二 如果要做教育 不然是一副本 你應該是日常生活 像他這樣 用美順來結合文學 高雷那些在地的人 透過路平肺去認罰 中條性 這種作法也是很好 所以他就應該是一個社區的運動 從教育的部分去改革 再來社區裡面去加簽 弄得更加簽 所以後來應該是說 我們的媒體 我現在是媒體有很大的問題 真的嗎 我算一算的 我每天電視打開 但是我們如果有 這次已經有百多台了 我只看一個台語台而已 一台而已 是 客語台一台 我們住民那些續分 一台 你不覺得這是問題 是 台灣應該更多問題 這是台灣共同要面對的問題 是 我現在也是我們是中條性 先是中路在人生裡面 我們在這裡感覺要做 但是要不做到夠的地方 所以要不做到夠的地方 所以要不做到夠的 是 我們這裡所有人 還是全國人民 繼續把這個中路在這裡為止 繼續來完成 今天非常感謝 三位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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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